一天208万 逃射近7个亿 近年来明星 演员是普通人公认的高薪职业 就算老了退出演艺圈 也能衣食无忧 暗享晚年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有人退圈之后和朋友聚餐 逛商场 买自己喜欢的衣服 过得体面又精彩 可有的人到了晚年却沦落养老院 过得还不如普通人地吧 张宏杰 子子孙孙几提肯老49岁出道 平老牛家的战争红遍全国 一步步优秀的作品 让他有了国家一级演员荣誉 就在张宏杰事业高升 能让妻子和儿女过商好日子时 却发现曾经脑海里这个想法太奢侈 虽然身体不如从前 但我不能停下来 我身后有十多匹狼录制节目的现场 白发苍苍的张宏杰提妻子女时的感慨 让现场观众大为震惊 为了让女儿嫁到婆家有底气 为了儿子娶到心仪的媳妇 张宏杰掏空腰包给儿女分别买了房子 本以为给孩子创造了好的经济条件 自己就能功成身退 按小晚年 谁知孩子们却并不买账 倒贴钱给大女儿办婚礼 生病没钱住院 是张宏杰颠付了医药费 定期给小两口生活费 二女儿结婚后和丈夫一起做生意 结果钱没挣到 背了一屁股债 眼看着女儿被人追着要账 爱女心切的老父亲果断出手填上了这个窟窿 两个女儿尚且如此 唯一的儿子更是不让他省心了 学历不高 没有稳定的工作 自从投资赔钱之后 就经常向父亲伸手要钱 有这三个场不搭孩子及其儿女 张宏杰哪敢退休 就这样 他拍戏多年攒下的棺材本 退休金 一点点被儿女 亲戚掏空 剃脸 眼看着年龄大了 能接到的剧本少之又少 三个孩子处处嫌弃老两口碍事 一怒之下 张宏杰就带着妻子去了养老院 虽然日子简朴 但少了不省心儿女 倒还算幸福 第七 侯杰 独居养老院 致死无人探望 从少时电影出道的他 凭着金朗帅气的颜值 过硬的演技 成了台湾电视台 御用男演员 演艺圈鼎鼎有名的 湿奶杀手 霹雳行动 欢喜做头家 猛侠等一步步作品 让他步入了事业巅峰 一时间风头无两 然而几十年过去 年轻时有多么光鲜亮丽 晚年的猴杰就有多凄凉 患有中度失智症 糖尿病 多次中风 没房没车没存款 没老婆的他 曾在寒流来袭 使光着屁股在大街上游荡 一个出门倒垃圾的妇人 看他可怜 回家拿了棉裤给他穿上 随后报了警 可警方多番寻找 始终联系不上他的家人 之后靠着救济机构 把人送到养老院生活 这不禁让人好奇 难道猴杰真的没有亲人了吗 其实年轻时 他曾有过一个女儿 遗憾的是 猴杰一心搞事业 导致父女俩关系一直不好 闹翻之后 女儿就彻底消失 十多年没有联系 生病住院 流落街头 直到去世 女儿都没有出现 最终基金会的人 联系到猴杰的弟弟 才料理了老人的后事 从风光无线到无人问津 猴杰的前半生和后半生 真是天差地别 第六 张伟文 在养老院自残 七十年淡末 张伟伟出色的唱功 慈性的声线一举 拿下TVB歌唱比赛冠军 成了林子祥 谭永林等著名歌手的御用和音 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她 感情上却坎坷曲折 四段失败的感情 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出生的孩子 让年过花甲的她 日日活在遗憾中 本以为自己还能唱唱歌 就不算糟糕 谁知2016年突如其来的变故 击碎了她的幻想 糖尿病 腰痛 腿疼等疾病的折磨 让她体重暴跌 出门都要靠轮椅代步 经纪人不得已把她送进了养老院 每天在养老院和医院往返 即便如此也没改善她的身体状况 大力用套撞墙 太大床板 养老院实在顶不住压力 这才给她的经纪人发了通知 为了缓解张伟文的精神状况 团队特意安排了一场直播演唱会 对于没有家人的她来说 或许唱歌就是她一生的追求 第五 余淑珍 抛儿气女 执意住进养老院 月光下的凤伟竹 我们的生活阳光 让余淑珍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 然而就是这样德高望重的歌唱家 晚年却抛弃自己的儿女住进养老院 不禁让人好奇 为什么 1998年退休之后 余淑珍就在脑海中预示好了 自己和老伴将要过上悠闲的晚年生活 只可惜计划感不上变化 老伴的高血压 糖尿病等老年人常见的病 成了困扰老两口最大的心结 每次发病 一儿一女就要大老远 从天津跑到北京照顾他们 一个白班一个夜班 他们在北京 天津两地来回往返 脸上显而易见的疲惫 让余淑珍心生不忍 孩子有孩子的生活和事业 总这样不是把孩子拖垮了吗 于是便不顾儿女的反对 之一和老伴住进了天津一个老年公寓 著名歌唱家的七两晚年 顿时引起了外界媒体的关注 是孩子不孝顺 不管你们了吗 面对记者们的提问 余淑珍笑着回答 不是他们不管我们 是我不要他们了 一句看似玩笑的话 却蕴含了父母对子女最无私的爱 第四 皇下 婚姻破裂 独自住进养老院僵尸先生中 他是被人为永抓死后 变僵尸的乡村好生 任发 鬼打鬼中 他是当地才住 谭老爷 九十年代后 武打骗 鬼怪骗跌入低谷 皇下也从此淡出演艺圈 在影评上光鲜亮丽 经历过香港影视剧 黄金期的他 不仅没有赚得波满盆满 还落得一个凄凉的晚年 婚姻破裂 中风 一系列的事情 让皇下猝不及防 为了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皇下独自一人搬进了养老院 虽然头发花白 头发都掉完了 话也说不清 整个人昏昏沉沉 没有家人陪伴 但好友的探望 关心 却让他心满意足 最终在神梦中离开了人世 享年76岁 第三 蔡国全 瘫痪 被妻子抛弃日落时分 顺流逆流 武装是你的梦 一手手景点 让蔡国全 成了香港乐坛天王级歌手 然而就在事业高涨时 一场飞来横祸 打破了他所有的美梦 小脑受损 下半身失去知觉医生的一句话 昂贵的住院费 让风华正茂的蔡国全 心如死灰 幸运的是妻子没有离他而去 这让他十分感动 可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 丈夫的病却没有一点好转 妻子终究失去了耐心 把人送到了养老院 刚开始还做做样子 偶尔去看一眼 后来样子也不做了 就在蔡国全 对生活失去希望时 身边人的举动 却让他感动不已 歌坛的朋友 为他举办一眼筹集资金 粉丝为他写信祝福 在众人的帮助下 蔡国全终于重拾信心 写歌 录制专辑 虽然生活很糟糕 但歌曲质量并没有 因为身体的残缺而降低 如今68岁的蔡国全 已经在养老院住19年 虽然没有健康的身体 但朋友的关心 不错的精神状态 却让他十分知足 幸福 夏萍 至此没见子女最后一面 和周星驰 吴梦达合作 至乍演艺圈60多年 母亲专业户 凭岁月神偷 获得终身成就奖 然而众人不知道的是 屏幕上身份多变的他 在现实中 却有着凄凉的晚年 两段失败的婚姻后 前夫出国的出国 去世的去世 一双儿女在跟父亲出国后 甚至忘了自己 是个有母亲的孩子 当然 这还只是他 凄凉晚年的开始 以此意外 让独自居住 24年的夏萍摔倒在地 全身动弹不得 十几个小时后 同事打电话 发现无人接听 跑到家里一看 才发现出事了 帮他叫了救护车 住院期间 子女从未打电话 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第一时间奔赴医院 日夜在病床前照顾的人 是他的高儿子 林家栋 出院之后 夏萍的身体状况 就大不如从前 只能依靠轮椅出行的他 为了不麻烦高儿子 就搬进了养老院生活 不仅有人照顾 还能有一口热乎乎饭吃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位静静夜夜工作一辈子的老戏骨 在一子的陪伴中离开了人世 虽然亲生儿女没有来看他最后一眼 但有这样一个一子在床前尽孝 也算是一种安慰 第一 刘家辉 无人照顾 没钱治病 仙剑三中 他是杀了雪剑 重伤景天 妄想统治人间的反派大boss 邪进仙 唐伯虎点秋香中 他是风流倜傥 被唐伯虎用没有枪头的霸王回马枪刺死的夺命书生 年轻时的刘家辉是震惊东营忍者的传统武术代言人 可这样的他依旧逃不过命运的捉弄 退休一年意外中风 半生不随 下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 然而就在他没有收入 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两位前妻 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的做法 却让他心灰意冷 病床前争夺家产 A破立下一住 分清财产 女助手趁机卷走二百多万的财产 刘家辉摊在床上眼睁睁看着这一切 最终落得五人照顾 没钱治病的惨状 如果不是刘德华 周兴驰等几位好友 帮他垫付了医药费 追回一百二十万财产 可能连住养老院的钱都没有 如今六十六岁的刘家辉 虽然受骨灵巡 靠轮椅出行 没有了年轻时的光辉 没有亲人的陪伴 但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 年轻时在风光无限 也比不过老了之后家庭和睦 无病无灾 虽说现在条件好了 助养老院也不错 但看着年轻时被人追捧的大明星 老了却连普通人都不如的生活 实在令人心酸 难道不是发生的趾 不幸迟充常 未经许 不幸运 不幸运